各位網友早晨大年初二的牛年早上 大家好,我是吳仔 我是喜哥 我們是H5 講新聞 今天天氣有點暈 15最低,最高21度 降雨機會20%,即有八成會下雨 但上次說九成會下雨,全天下雨 所以大家記住看天才出門 風速都是八公里,一般都是有微風 昨天說過看天就不能收利時 有些記者特地去訪問看天 看天就說今年最差一年 沒試過這麼淡 新年本身是保安商量之日 誰知道連市應的保安就不能說 有些說不給派 連市應也沒有說不給派 都少收了七成的利是 哎呀,這次大家慘了 喜哥,你今年的利是有沒有少收了? 有沒有守緊了? 那些人 本身都是不多親戚 所以都是在數量上沒有什麼分別 差不多是嗎? 差不多 那不要緊啦 例事的事是例例時事的 我們努力賺錢 努力工作 一樣可以有一個豐厚的收入 然後我想說一下 這陣子年初一確診多不多 原來都是多了24個 有9宗是源頭不明的 算是創一周身高 你知道很多人在動物大千勢 每個人都一起吃飯、團連、聚餐 沒辦法的,一定是這樣的 那這個...陳什麼次? 陳慶齒還是陳兆齒? 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陳什麼次 還未否定會不會再封區 但我覺得市民就不用這麼害怕 其實封不封區 就不是陳什麼齒說的 是林鄭說的 所以不用怕的 沒什麼所謂的 就算封得到來也未必封到你 就是萬幾棟大廈封幾棟玩玩玩 所以不用怕 但是那些沒有源頭的個案 就一定是要強制檢疫的 我之前泰和住附近 有人檢疫 很多很多是沒有病徵的 驗到三個出來 同一棟有... 就是14樓有兩個 是啊 其實那個傳播又是很厲害的 不過你說沒有病徵 是沒有東西的 他自己都不知道 是啊 最怕就是老人家 我今天拜年 跟阿嬤說 我們這些年輕人不要緊 不就惹了你 不行 對不對 死亡率很低 年紀很輕 希望接下來就快點沒事吧 除了這個疫症的事 還挺好笑的 年初一 有這個什麼 鬥車的那些人 那些人 凌晨 有20架車 非發賽車 好像玩GT那樣 哪放煙花 哪開鏈 哪充燈 哪跟警車捏過 懶你警車追捷的 那場面非常誇張 又說什麼 左穿右插 又爬頭 那場面驚險 老實說 我在夜晚深夜 回大埔的路段 那些人 乃夜凌晨 那個紅車 之前 我經常回答 我經常都看見有人 飛車捏車 那些車捏到 噴噴聲 又快 小巴也不明白 百多米 那些車 都可以在旁邊 碰行碰過 很像 很像 對 碰行碰過 很快 左穿右插 真的很危險 沒辦法 所以我經常都說 我都不敢開車 為什麼呢 我一開車 我一定買什麼 我要買GT-R 哈哈 帥的嘛 但是那些飛仔 一定會撩你飛車的 我以前有些朋友 他們駕駛靚車 駕跑車 然後說 偶爾都被MK仔 改到之後很響的 撩你鏈的 難道真的 採他嗎 但是他不採你 你不採他 他又會玩你的 又會在你前面 那些 我在路面有時候也見過 的士 那些的士 都會有些 被車在那裡撩他 所以 香港駕駛很煩的 那 我當然是不主張 別人捏車 這些這麼危險的事 你怎麼知道 路面情況可能會撞到人 對吧 所以希望大家 就小心點 近來 除了說這些 節日之外 節日一定會上別人家聚餐 那當然是有個火頭大將軍 今天的主題就是 女婿過年 去外母家大顯廚祭 誰知道很大火 大火到燒著那個抽油煙機 還繼續煮 不夠火先 不是 幾樣東西 他這些 擺明是玩東西的 拍到拍片出來 但是他最後 燒爛了上面的抽油煙機 整個掉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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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才會停手 神經病 這條片皮肺真的貴 然後 看到上面的火 掉下來 然後他走開 應該就是 他那個 他那個叫什麼 他那個 老婆 老爸 應該叫做什麼 外父 他那個外父 我看到就是 喂 其實這些 希哥說什麼 不先去救火 喂 你知不知道這些是怎樣做成的 其實 炒東西炒到這麼大火 你不知道是怎樣做成的 不知道啊 當然 正常是那個鍋下面才有火 那面子 為什麼會玩到有火 這些就擺明 希哥你就不要亂在家家煮東西 你真的不懂 我真的不懂 你真的不懂 真的不懂 我告訴你 通常就是燒紅了一隻鍋 然後灒點酒下去 就著了 就是燒紅了一隻鍋 然後就淋酒 就有這個效果 就不需要再在上面點火 不 他下面也要點火 他下面又著火 他上面又著火 其實這些是表演居多的 是 有些酒氣 有些酒味香一些 有些菜 不過那個酒一揮發 加上熱力 他就搶火了 我們那時候最喜歡玩這些東西 牛扒淋酒 燒一燒 或者那隻鍋很熱 牛扒的油很多 也會做到這個情況 但我看到它燒到通頂 肯定是會掉下去的 沒有的 你玩到這麼大火 不要緊 不過最重要是 你懂得保持安全 你看這些過了一份 火燒到上面炒煙機都掉下來 你什麼白癡 你說 過分的 所以說 其實你們去別人家裡拜年 說顯廚藝 不熟加布 不要亂弄 是啊 阿希哥現在我在警告你 哈哈 我叫外賣 其實阿希哥煮東西又厲害了 以前不懂煮 就瘋了 但是他現在懂了 就不要說在哪裡學 不要告訴別人在哪裡學 他就學了 所以說千萬煮東西教你一個心法 很重要的 就是 希哥之前跟我說過 一定要 小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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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你煎雞翼那些也好 大火 如果皮熟了 裡面就不熟 外面都焦了 裡面都生的 經常都有些情況 如果你小火 所以告訴你 其實煮東西吃 真的很多心機 萬公出小火 你煎的雞翼要煎到金黃色 很多心機 你會站著煎成兩三個字 你吃就很快 吃就很快 一天可以吃十隻雞翼 但是別人煮的時候真的有很多心機 所以小時候不懂事 浪費了家人煮飯給我們的感情 很多心機 覺得不喜歡吃 不想吃 或者沒有胃口 就不吃 那就不好 食物那裡 其實就是一家人share 可以配顯親情的感覺 都一定要煮東西吃 不過你說 玩這些表演 你拍完片 肯定是表演的了 也是適可而止 火燒得更高 其實已經是過了一份 這些很危險 火一搶上來 很容易燒了一條尾 他控制不了 他沒有猜到這麼嚴重 沒有的 猜不到 誰知道 他就是上面掉了東西 才知道 神經病 大家過年應該會吃很多糕 講一點卡路里的東西 其實如果這麼多糕 你們應該吃少一點白飯 肯定肥肥的 有些人說 新年之後一定會幸福肥的 老人家說 快點多吃一點 多吃一點 為什麼不吃東西 唉 老人家真的怕你餓 但是說真的 我們不吃東西 哪有這麼大塊 哪有這麼高大 他要看到你吃東西 是不是 他才會安樂 他才會感覺到你存在 他怕你餓死 是不是 他自己 他也不是很好吃 但是他起碼要看到你吃 他吃了東西就放心 起碼不會餓到 唉 老人家就是這樣 都是關心的一種 他們不懂得表達他們的愛意 中國人通常都是叫你吃東西 多吃點東西 但是千萬不要嫌他們飯 不是 不要嫌他們飯 嫌他們飯 就是不要嫌他們飯 因為他們都是表達他們的愛意 只是表達不像外國人 抱抱抱抱 不過慶幸 幸好不是這樣 否則那些菌就傳給他們 外國人很多死亡率高 感染率高 就是因為他們一直以來那種親情 就是用身體去表達 但是中國人 亞洲人 亞洲人 亞洲地區 比較是 含蓄 內斂 對 就不用說那麼多什麼 就是三個字 在心中 啊 經常都是這樣 在心中 那今年大家 記住 千萬不要愛得太遲 還有 接下來就是赤口 千萬不要亂說話 因為我看到今天有個超級市場的阿叔 在跟他老婆和我兒女在警告他們 警告他們 什麼啊 新年鬧鬧啊 是不是要吵架啊 什麼啊 不要以為是別人令到你有情緒 其實是你本身的性格有情緒 他說的東西冒犯你 其實你是可以軟轉去化解他的 是不是 網友都經常怯我 你一看到連燈開始在宣揚阿希哥 哈哈 見到見到見到 開始說阿希哥 哎呦 吾仔 女朋友哎呦 又說什麼又說什麼 是不是 那 你看到這些東西 正常都會生氣 但是 好像我這樣 我真的不生氣 我真的不生氣 說真的 多謝關心 有貼令 好受尊重 如果 如果他們不看我的 就不說我啦 你說的 老實說去的那些 那些 討論區 要不就是 什麼 就是一面倒 很喜歡 好像張瑜成那些 就很喜歡 對不對 哈哈 流華車那些 就很喜歡 有時候 曲和直都很難分 還有 說真的 你這樣說 別人女朋友 就是怎樣 葡萄 對不對 就是葡萄 有些說 吾仔的質素 有希哥 那些女朋友 真的算是這樣的 對 所以我也覺得感恩 不要緊的 其實有時候 這些事情 不需要太介意 所以就說 你要控制到情緒 首先 你要說 要些人收聲 乖 不是這樣的 不簡單 怎樣啊 祝福他 對 應該 應該是控制自己的看法 對世界 為什麼這麼容易生到那種 怨恨 惡念 這樣 你罵我 譬如人家 在街上很流行 突然撞到你的肩膀 撞到你的肩膀 可能人家走得不大眼 或者什麼 然後你就撞他 罵他 然後在街上打架 我的叔叔是這樣 是啊 但我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我覺得 你撞到我 我不覺得你冒犯了我 我還怕我撞到你 這個人 這件事 就要看他人夠不夠強 如果他是一個弱的 就撞到很痛 對不對 好像我們這些 我經常都會 做多些運動 增強自己 我怕我撞到他 然後他痛 通常人家撞到我 然後我就馬上說 不好意思 對不起 我自己的心態就是這樣 就會避免很多 不必要的紛爭 希望大家新年流流 都一團和氣 和氣是生財 最重要 對不對 禮禮事事 接下來 14號情人節 又會和氣哥 做一個情人節直播 到時候等你們了 希望到時候 見到你的支持 和鼓勵 我會對氣哥 做一些非常之 哈哈哈哈的事 先賣著關置 到時候就這樣 今天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like、subscribe、pay me、浪浪 留言 拜拜 我們下次見